两岸关系在今年陷入了全面的冻结 甚至还达到了 濒临 兵凶战危的禁地 赵少康认为 大陆将潜逃到厦门的 这个心电枪击案的凶险 前返回台 以及宣布明年ECFA继续实施 算是对我方释出了两项的善意 可是蔡政府目前看起来 好像还是要紧跟着美国的脚步 继续走康中的路线吗 我们要请问一下来宾了 明年你认为两岸 有没有机会可以破冰呢 还是冰冻山池 还可以更冰吗 我们来看一下 立文政委反中还是主旋律 大千委员说 中美对抗会升高 两岸兵凶战危 恐怖 好 韩冰哥说会更加紧绷 而世间议员叫做进和抗 好 我们等一下要请世间议员 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我们先请立文 简单讲就是说 就是谢韩冰的又寒又冰 因为明年就是选举年 民进党就是一定打反中牌 而且一路打到2024到2024变成是最高的极致 这是毋庸置疑的啦 那美国呢 他国内也是一样有非常高的民粹的反中的情绪 拜登是不可能违背这样子的一个民意的 但问题是是斗而不破啦 就是会很紧绷很紧绷 但是我想双方都还是努力的去克制 但是我看 我觉得老共是会克制的啦 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到了2023恐怕才是我们真正要非常非常忧虑的 对 我看大清委员的感受 应该是觉得已经快要不小心擦枪走火了 两岸兵凶战危 兵凶战危不一定会正式开战 但是这个情势一定会持续的升高嘛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中美的对抗其实一旦展开 没有分个胜负是不可能停的了 所以外界会在做评估说 中美之间不管是经济贸易 或者是军事政治的对抗 未来的20年 几乎都是全球整个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轴了 所有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发展 就是围绕在中美争霸的这个主轴之上 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要和缓并不容易的原因 还包含了中国大陆的盟友俄罗斯 现在陈彬 这个在乌克兰边境 所以随时会爆发冲突 所以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国际情势的牵动之下 中美要停止对抗争霸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退回来看台湾的状况 我刚才就提到说 台湾的选举民进党最擅长操弄的就是抗中保台 所以民进党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继续让两岸关系高度的紧张 韩斌会更加紧绷 当然因为虽然就是在这种九合一县市场选举的时候 你操弄抗中保台效果比较低 可是民进党现在除了这招还有哪一招 他不知道这招也没有别招 所以他一定会操弄 那不好意思对岸会不会配合演出呢 我觉得对岸不想配合演出 可是他非配合演出不可 为什么 因为对岸现在正在加紧对香港澳门的掌控当中 那他只要比如说最近的所谓的独立的事件 然后香港这些人被抓去了 然后这些就给民进党养分 让他们继续在国内吵这个新闻 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的趋势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变成说 我不对台湾再有更多的期待 我走我自己要走的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又就给民进党更多操弄的空间 那可是也相对来说 因为县市长毕竟跟国家的层级有一段距离 所以你说会影响到大选非常强烈 我个人认为是还好 世间议员的竞和抗怎么解释 云一我认为说 我们明年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会维持像今年一样 就是说能合作就合作 该竞争就竞争 必须对抗那就对抗吧 你怎么来我们怎么去 大家看得到事实上 我们世界上各国国际上 大家应该是互通有无 互相帮助才对 但是中国把他跟我们台湾之间的贸易 他视为说是他释出利多 他施舍我们 以这样的情况下 事实上是我们台湾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们一样跟中国大陆贸易之间 一样互相需要 互相有预存 还是会互相有合作 但是该竞争就竞争 该对抗还是对抗吧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回到小时 我设计划 我设计划 我们下回到小时